雪州安邦县淡江路旁的37间电屋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当中还包括屋统行动室 不过部分业主上个月成功获得法庭禁令 暂时保住家园 其余30间电屋则结束难逃 星期二一大早安邦在演示意会出动大批执法人员 脱掉车挖土机 准备拆除屋子之际 遭遇居民激烈反抗 双方还差点大打出手 眼看拆不成房子 执法人员只好退而求其次 着手清空电屋 同样遭遇居民顽强抵抗 一些居民甚至硬碰硬要抢挖土机钥匙 期间还和执法人员发生肢体碰撞 场面火爆 居民代表律师随后拿出土地局27年前颁发的正式文件 证明居民不是非法占用土地 因此有信心能打赢这场法律诉讼 居民除了提出搬迁诉求 还要求当局赔偿6万令吉 安邦在演示意会官员最终答应会在两个星期内安排居民和额迈土地局谈判 这场风波才暂告一段落 炮新闻 朱惠敏报道